我知道我的太太米娅 她就是喜欢用服务来去行动的了 所以她的爱的语言是服务 所以我就可以替她敲敲背 按摩按摩 然后有时候也会叫她 跟我一起去后面处理一些的 种种一些东西 啪啪草 我觉得这是她很希望达到的一个梦想 就是希望我们有一个菜园 那我们以后老的时候可以一起种东西吃 那我觉得可以跟她互动的 就是来帮助她达成她的梦想 我就希望说反而是我们姐妹呢 之前是双心工作的家庭 很忙碌于工作 那现在呢可能就是回到家里 做个贤妻良母 然后呢服务丈夫 看到她们平常呢就是为家庭付出很多 这段时间难得她们可以在家里面 这么长的时间就鼓励她们 给她们休息的空间 也不去妨扰她们 这段时间就是真的是很好 很深入的可以逼自己去很深入的自己去放松 因为如果你要做的话 你不能了 因为身边的人都没有做 所以你现在就是一个把它当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祝福 就是很深入的可以休息 让我们的心呢可以回转到孩子 家里的人是远远是最重要的 家里的人远远是在一起的 其实我有跟一些姐妹分享 我说其实啊 孩子们很多全部挤在家里的时候呢 我会觉得说 反而给我有个压力在那边 因为我要看安排她们什么东西 要做什么东西啊这样子 但是也很难得咯 在这段时间的时候 没有想到孩子没有事做的时候 她们就去找东西做 所以她们就去烤蛋糕啊 铺丁啊这些啊 是一个很好的互动啊 那这段期间里面我就叫了很多的 差不多有四五个家庭 那我们就用Zoom meeting 来用这个Zoom来告诉大家一起来做这个的家庭祭坛 很想做的就是带领家庭祭坛嘛 那我也鼓励孩子们还有组员一些的家庭 那跟他们一起来做这个献上的家庭祭坛